桃園民眾看到有大人單手騎車 另外一手抱著嬰兒騎乘 連基本的嬰兒背帶都沒有穿上 就這樣子抱著嬰兒上路 嚇壞目擊的民眾 趕快拍下來通報警方 而警方說這已經明顯違規 會依法開單告罰 騎士騎車上路卻撞見驚險一目 只見一名女子一手抱著小嬰兒 另一手單手騎車 仔細看小嬰兒身上沒有任何安全綁帶 女騎士連嬰兒背帶都沒有穿上 小嬰兒一路嚎嚎大哭 也不見女子停下 讓目擊民眾看了實在好心疼 女子沒有任何保護措施 就抱著嬰兒危險上路 事情發生在22號早上9點多 一名女子在桃園市桃園區復興路上 單手騎車抱嬰兒 被民眾目擊拍下 就怕萬一有突發狀況 閃避不及恐危及女騎士與小嬰兒的安全 而這名女騎士的行為也明顯違規 以違反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可處新台幣300元至600元罰還 罰錢是小但女子完全不顧小嬰兒安危 不負責任的行為也讓用路人看了直搖頭 記者林祝強台灣採訪報導